好 在这一边呢 我要用的是Elmo Bhakti来讨论formtree第九课 strait line so 首先在bargain a的他问哪里一个line on the straight line 这一个 这三个点里面呢 首先我都检查比较容易的 就是说我的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呢 我的7乘0加5y等于2 所以我的y等于2和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点是0兜号 2和5 ok 所以这一个不对 然后另外呢 我看y等于0有两个 我就试y等于0 y等于0的时候 7x加5乘0等于2 然后我的x呢 就会变成2和7 所以他是2和7兜号0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答案是a 然后c肯定不是的 然后d的话呢 你可以用x等于减7放进去 或者是你拿y等于1 放这两个其中一个进去 如果我拿那个y等于1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就有7x加5乘1等于2 然后我就有7x等于2减5减3 然后所以我的x等于减3和7 so减3和7 1 然后这个也不对 ok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他问哪里一个的graph呢 他有gradient of negative over 4 negative over 4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的gradient是positive的时候呢 是向上的 然后我的negative是negative gradient是negative的时候 他是向下的 so上山踩油 下山踩break 加油踩break 加速减速嘛 这样嘛 然后他是negative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他是向下的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向上呢 这个向上呢 所以我c跟d肯定不可以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gradient呢 呃等于减5和4的时候 ok 这一题呢 他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 是我的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这样在a的这一边呢 我的gradient等于negative 减4和5 然后他变成4 减4和5 减4和5 然后所以他不是了 然后我的那个 呃 什么 b的那一个呢 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negative y intercept 5 x intercept 4 所以减5和4 所以这个就是他答案 所以b的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拿到答案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另一种比较 呃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说 我这个是向前走0 向上走5 这个是向前走4 向上走0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是0-5 除4-0 ok 所以他会变成-5和4 所以他gradient 是-5和4 是b的 ok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在这一边 好 我们找gradient of so 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是最快的 so 这个是我的y intercept 这个是我的x intercept 所以negative 减5和-8 所以他变成-5和8 ok 所以答案是c 然后我也可以用的事情是 向前走0 向下走5 向后走8 向上走0 所以他会变成-5-0 除0-8 所以他会变成-5和8 所以答案是c 好 接着第四题 它的pqr 是3 point on Cartesian plane pq是直线 n是midpoint 的gradient of 那一个nr so在这一边呢 呃 其实我们就直接找 pq是midpoint of n是pq of 那个 midpoint for pq 所以n呢 是这两个加起来 除2 6加-2 除2 1加15 除2 所以我的n呢 会变成了 4除2 2 然后16除2 8 所以他现在要的是nr 然后我的r呢 是40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是10-8 除4-2 所以他变成2 2 然后拿到是1 所以答案是a 1 好 在这一边 他是两条平行线 平行线的话呢 他斜度会一样 然后他告诉我 tv 的equation 是这个 so tv 的equation 是y等于-3x 加-3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tv 呢 会是等于-3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y等于mx 加-c 的button so 这个m 是-3 所以我的m 是-3 然后因为他们平行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那个 rs呢 等于gradient of 那个tv 也就是-3 然后他要我们找rs的时候呢 厉害的同学一看就知道 哎这个其实是他的c来的 所以他的这个rx的c呢 是2 所以我直接y等于mx加c y等于-3x加2 so 直接拿到答案是这样 ok 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y等于-3x加c 然后他经过的点是什么呢 02 02呢 就是说我的x等于0的时候 然后我的y会是等于2 ok 所以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2等于-3乘0加c c等于2 所以我的y等于-3x加2 这样 ok 就是说我这个c等于2 这样 这样放进去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 它是 rs 他要我们找equation of这个 so 我的gradient呢 我用简单的方法啦 我不要用快的方法 然后0 4 然后-7 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 4-0除0-7 所以他变成4把7 然后我的c 会是等于4 y等于4把7 7x加4 ok 然后 我在这一边全部一起乘7 全部一起乘7的时候 这个7就可以约掉 所以我就有7y等于4x加28 ok 所以他答案是c ok好就是这样 好 好 在接着 bargain b的 他要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strait line with the same gradient 同样的 那一个gradient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平行 ok 他同样的gradient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平行 parallor ok 好 然后 然后在这一边 他有直线mm 然后 他的那个vertical distance 向上走1格2格3格4格5格6格7格7格 向横走123455格 所以他vertical distance是7 horizontal distance是5 然后 我们知道gradient呢 其实是vertical distance over horizontal distance 高除以宽 所以他是7x5 ok 好 然后 再来这一边的时候 他 问 呃 那一个平行的就勾 不平行的就差 平行的情况之下 他是永远都不会碰到的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向前走1 向上走1 向前走1 向上走1 他斜度其实一样的 所以这一个其实是平行的 然后这两个没有平行 因为他有碰到 ok 所以他不会平 平行的情况之下 他永远都不会碰到对方 ok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在这一边才有我们match graph with equation so 我的这一个y等于x加5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c是5 所以c是5在这边 所以 这一个就是这样 ok 然后 我的这一个x4 -y48 等于1的时候 其实是x4 x intercept加y 然后c是5 所以 这样我们就match到了 好 再来 在这一边 他要找yintercept yintercept 就是碰到y轴的 3呢 所以我的yintercept呢 是3 然后接着他要找gradient of the straight line so他要找gradient of the straight line的时候呢 我就拿随便两个点 这个是向前走4 向上走5 然后这个是向前走0 向上走3 所有的gradient呢 是5-3除4-0 所以他变成2 也等于1-2 所以他gradient等于1-2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 我有3x等于9-y 然后他叫我们complete这个table 然后接着block这个 so我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个3x等于9-y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写成y等于mx加c 就是说y是独立在前面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我减y搬去前面 这个搬去后面 所以我拿到的是y等于-3x加9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x等于0的时候 我的y等于-3乘0加9 等于9哦 然后我的x等于1的时候 y等于-3乘1加9 然后6哦 然后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3乘2加9 9-6 3哦 然后我的x等于3的时候 y等于-3乘3加9 9-9 0哦 然后我的x等于4的时候 y等于-3乘4 然后加9 ok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3哦 ok 所以这个是0 这个是-3 所以0的时候 它是9 9 然后1的时候 它是6 2的时候 它是3 3的时候 它是0 4的时候 它是-3 4的时候 它是-3 所以我把这一些点都连接起来 然后记得我们在数学里面画graph呢 一定是要用铅笔啊 不可以用钢笔啊 ok 你port那个点也是要用铅笔 不可以用钢笔啊 ok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 它要我们找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jkl jkl 然后它告诉我 i h平行 with jkl 然后o是origin 它没有经过origin 然后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找gradient of 那一个i h so gradient of i h 是10-4除1-5 10-6 1-5 6 所以它gradient是1 so 我的gradient of jkl 会是等于gradient of ih 因为它平行 会是等于1 因为它们平行 所以我的y等于1x加c 然后它经过k是34 ok so34的话 x等于3 然后y会是等于4 ok 这样我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的4等于3加c 所以我的c等于4-3等于1 so y等于1xx 加1 so y等于x加1 好就是这样 ok 然后接着题目要我们找什么东西 b的 然后我们找它的x intercept so我们要记得一句口诀 那句口诀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x intercept的时候 y等于0 y intercept x等于0 x intercept y等于0 所以0等于x加1 x等于-1 所以它的那一个x intercept 是-1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它要我们state the coordinate of intersection point of intersection of the street line below 它只是叫我们state啊 它不是叫我们去算啊什么 所以它交叉的地方是什么 它交叉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solution 然后这一边是向前走1 向下走-2 所以这一个的是1都号-2 然后这一边呢 它是1都号 没有-2都号1 -2都号1 向后走2 向上走1这样 ok 这个就是他们的 solution 两条线 它交界的地方你画出来 然后交界的地方就是它solution ok你放这一边 还有放这一边两个都是 或者是你要similar tenors equation也可以 ok 但是它已经画出来了 我们直接看 就可以知道它的solution 就是它交界的地方 ok 好 来这一边我写错了 它是向后走2 向上走1 ok 我coordinate写错了 好 接着b的这一题 它是一条直线 还要我们找equation of这条直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知道它的c是-2 ok 然后它漂亮的点有什么呢 就向前走2 向上走1 然后还有向前走0 向下走2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会是等于1-2 除2-0 所以它是sample 所以我的y 直接equation就可以是y等于sumple2x-2 它的c是-2 y等于mx加c y等于sumple2x-2 好 接着在这一边它说p是-8-16 然后它问p有没有在这条线 减8-16 so -8-16 这个 so我的x等于-8的时候 我的y等于sumple2x-8-2 然后我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12-2-14 它不等于-1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这个 它的这一条线 它是-8-1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8-16 它呃 不在ok is not on the strait line 好 它不在这条线 好 接着在这一边abcd是一个trapezium 然后这两边平行 然后ab平行 平行于cd 然后bc平行图 那一个x轴 o是origin ok 好 然后它说the vertical point height of point is from x-axis 是2unit ok vertical height 它高度是两个unit 向上走2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它是-3 都号2 ok 它给你这边-3 所以我的a是-3 都号2 ok 然后它要找gradient of straight line ab 这个是94 所以94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向前走9 向上走4 所以我的pointb这一边呢 它的那一个点呢 其实是那个向前走0 向上走4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ab 非常简单哦 我拿4-2 除0-3 4-22 ver3 所以它的gradient是2 ver3 然后接着它要找equation of cd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知道gradient of cd ok 会等于gradient of ab 也就是2-3 然后它就有y等于2-3x加 c 它经过的是94 94的话就是说我的x等于9的时候 然后我的y会是等于4 所以我在这一边 4等于2-3乘9加 c 然后339 326 所有的c等于4-6等于-2 所以y等于2-3x-2 ok soy等于2-3x-2 然后接着它要找y intercept y intercept的话 厉害的学生直接知道它是-2 ok 所以你在这一边 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你直接y intercept等于-2 因为这一个就是我的y intercept 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你的y intercept的时候 x等于0 口诀来的 x intercept y等于0 y intercept x等于0 所以y intercept的时候 x等于0 所以y等于2-3乘0-2 等于-2 所以我的y intercept会是等于-2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11题 还有我们找x intercept跟y intercept so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得 它的口诀是这样 x intercept的时候 y等于0 所以2乘0等于6x-5 所以我的6x等于5 x等于5 x等于5-6 ok 然后接着我的y intercept的时候 x等于0 所以我的2y等于6乘0-5 所以我的y等于-5.2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的x intercept是5.6 然后我的y intercept是-5.2 ok 5.6跟-5.2 好 他说这两条线是parallel parallel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它平行 平行的话我的me会是等于m2 so我的3y等于2x加5的时候 我全部一起除3 然后我就会变成了y等于2-3x加5-3 so我的me是2-3 然后接着我的9y等于kx加2 我全部一起除9 ok 因为我要把它变成那个y等于mx加c的button 所以y等于k-9x加2-9 so我的m2是k-9 so me等于m2 所以我的2-3等于k-9 所以我的k等于2-3乘9 然后拿到是6 然后这一边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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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6 所以我的k等于6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c 这个diagram呢 它有两条parallel line ab跟cd 1ada ministro b bc parallel to y axis 然后他讲gradient of straight line cd 是32 然后他要state the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bc so bc这个是向-2,向后走2,向上走5 然后他的这一个是x-2 所以我的这一个是x等于-2 so我们直线的这一种呢非常简单的 ok 你看他这个x等于-2 他就是降了一条直线向上 然后他就会经过我们刚刚那个-25 那个colonet就在这一边-2 然后多号5 这个colonet 嗯 他就会经过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这个-25 是这样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呢直接全x-2 x等于-2 为什么呢他有经过-20-21-22-23-4-25 他的x的部分都是-2 然后他要找y intercept of line cd y intercept of line cd 所以我的这一个 减减月 然后我就 这个 222 又可以月掉 所以我的y intercept 直接拿到的是3 ok y intercepts3 ok好 如果不会的情况之下我的c 我可以是-2 0 我的y intercepts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 我的 这个 y-0 除0-2 会是等于3 2 所以我的 y-2 等于3 2 所以我拿到的是y intercepts3 就是这样 然后 第三 他要找equation of a b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的gradient of a b 会是等于gradient of cd 等于3 2 所以我就有y等于3 2x加 c 他经过的点是-2 5b 这个点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x等于-2的时候 然后我的y等于5 放进去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5等于3 2 乘-2 加 c 然后我的c等于5加3 等于8 所以我y等于3 2x 加8 ok 这样就可以拿到了 这一边 越越-3 整个-3 半过去变成加3 5加3 就8 好 好 这一边呢 我的第二的这一个呢 我们还有另一种做法了 另一种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我一招打天下 我这一刻 什么东西是一招打天下呢 就是y等于mx加 c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cd这一边呢 我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的cd这一边 我的gradient是3 就是y等于302 所以他就有y等于302x加c 他经过的点是什么 他经过的点是-20 so我把-20放进去 0等于302乘-2加c 所以我的c在这一边 我越越 然后再跟他翻过去 所以我拿到我的c等于3 soc等于3的时候呢 这样我是y等于3 2x加3 soy intercept就是他c啊 所以我的y intercept 直接是等于3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通过他的斜度来做 然后或者是用斜度 我用-y intercept 或者是y-y over x等于x的斜度 将来找出y intercept之外 我还可以用y等于mx加c 找出这个equation y等于mx加c 然后他的c就是他y intercept 好 好接着我们看第12题 他要find the equation of y 经过03 然后gradient是-2 这里根本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我知道这个03 3在那边我的c是3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 向前走0 向上走3 03 所以这个其实是他的c ok soc等于3 然后这个是m y等于mx加c y等于-2x 加3 这样 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然后如果我 不会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用y等于-2x加c 他经过的是03 so3等于-2x加c so3等于-2x加c c等于3 y等于-2x加c y等于-2x加c 好 来接着b的这一题呢 它是一个parallelogram 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 然后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ps ok 是这一个 然后他要找colinate of p 这一题呢 你看啊 他这个是5-6 6 他是向前走5 向上走6 所以我的p这一边呢 是向前走x 向上走6 ok so这个是p 所以他的ps的equation 是这样 我把这个x6 放进这一边里面 所以我的这个我就有2乘6-3乘x-6等于0 12-6就6-3x等于0 所以我的6等于3x 然后我的x会是等于6除3等于2 所以我的p是2 所以我的p是2 所以我拿到我的p是2 然后他要找equation of qr so equation of qr在这一边 呃 我的这个2y-3x-6 这个东西呢 我的2y-3x-6等于0 这个东西 ok 我要做的事情是我把它写成y等于fx加cw 2y等于3x加6 然后全部一起除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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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有y等于32x加3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s呢是32 而我的gradient of qr 会是等于gradient of ps 也等于3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用y等于mx加c 所以我的y等于302x加c 它经过的是q是56 ok so 56的话 x等于5y等于6 6等于302乘5加c c等于6-152 然后它会变成-302 so y等于302x x 然后- -sampleo 好 这样 好 接着 它说下面的图是 ef是平行于gh gh 然后 eh 是平行于x-axis 然后它的y-intercept是p 然后g也是在y-intercept 它告诉我o去g g去p是1比2 ok 这个h是36 就是向前走3 向上走6 所有的p是0都号6 然后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距离是6 so我的og是1分 gp是2分 全部是3分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的og 比gp 是1比2 乘2的话 其实是2比4 因为它这一边是2cm 这一边是4cm 合起来才是6cm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g呢 其实是向前走0向上走2 ok so它要找1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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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然后他经过06 所以这一个是y等于6 ok 好 然后 嗯 接着呢 再来他要找equation of EF 跟他的y intercept EF 跟他的y intercept EF 然后还有他的y intercept so 我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 我的gradient of 那个 呃 那个 GH 是6-2 除3-0 6-2 4%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EF 就会是等于gradient of GH等于4% 4% X加C 然后 他的C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经过的点是65 这一个点 so 我的X等于6的时候 Y等于15 15等于4-3 乘6 加C 这个月月 428 所以我的C等于15-8 等于7 所以Y等于4-3X加7 好 好 好 在这一边 我就把 我把 阿姆 BAKTID 从3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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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